就是一個節目效果 考驗反應的時候 對 大家開心我就開心 當下有真的走心嗎? 我其實 我覺得我個性 沒有那麼容易走心欸 好像真的沒有什麼話可以傷害到我 有關心懶懶的狀況? 有 稍微關心一下 對 你要分享自己的經驗嗎? 喔 分享什麼經驗 對於懶懶貝水雙面會不會覺得很心疼? 當然一定多少有點心疼 就是他好像昨天把翠關起來了 會不會覺得說連日的公布也蠻心疼他 對 就是蠻心疼他 希望大家可以那個口下留情一點點 吵架 對對對 嗯 兩百萬的留情 嗯 怎麼了 那時候 那時候怎麼想 覺得想要這樣回憶子 沒有 就是一個節目效果 考驗反應的時候 對 大家開心我就開心 當下有真的走心嗎? 我其實 我覺得我個性沒有那麼容易走心欸 好像真的沒有什麼話可以傷害到我 對 我就笑笑的 對 那時候只是想要較勁比賽贏的那個當下 嗯 最近有關心懶懶的狀況嗎? 有 稍微關心一下 對 你要分享自己的經驗嗎? 喔 分享什麼經驗? 工作上的事 工作上沒有啦 我覺得懶懶他就是 因為我其實以前跟他同隊的時候 比較沒有那麼密集的接觸到 對 因為女孩很多嘛 然後我是因為女孩好演這個節目 才跟他變得更熟識一點點 然後我覺得他是一個非常照顧人的大姊姊 對我來說 愛情 愛情方面呢? 我們其實都有一個默契 比較不會過問太多私人的事情 對不對 那對於男男貝是雙面的會不會覺得很心疼? 當然一定多少有點心疼 就是因為那個 那個跟王晴在一起的陳詩緣 剛剛也是你的樂甜子的欠同事 那有沒有 因為他好像昨天把脆關起來了 會不會覺得說連日的公布也蠻心疼他嗎? 對 就是蠻心疼他啦 希望大家可以那個口下留情一點點 對 對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